因为我是嘟嘟是男孩嘛 所以我从男孩的身上就看到了一种很原始的那一种 想要战斗的想要用暴力去征服别的人的那一种的一个天性 很多男孩可能会有女孩相对于来说少一点女孩的话 更多的是情绪化呀 需要爱自己爱他人这一种的一个很像天使的生物 那么男孩中呢我就能看到他有很多原始的一个用暴力 用肢体去征服其他人或者是就是像这一方面偏好的一个一个趋向吧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人类嘛就是有善有恶 他本性中都会有的 这是我们从进化出来的 从很早的很早的这个只要生物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会有的东西 就是需要用暴力啊或者其他的去征服 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存活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代的社会呢更角度文明一些 然后抵制那些暴力的行为呀以及什么的都是我们认为从人性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看的话 我们是觉得暴力是不可容忍的 包括战争啊之类的这一些从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 如果说想啊这个世界好它根本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就是说杜绝这个暴力啊或者是任何恶的行为 但是不不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否定这个就是不存在的 正是因为它存在所以才会有 所以我认为人性就是本身出生的话就是有善有恶 全部都有那么他的善更大一些还是恶更大一些 主要是根据他从小到大成长的一个环境 以及大家对他的一个教育啊 就像我们刚刚反方论点说的是学校的存在 就是去教育学生去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正直的人正义的那一方 而不是变成一个那些不懂法律啊 然后无约无数的为所作为的那些做出那种行为 所以我是觉得都会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要我们的社会未来变得更加的美好 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去把这个恶的这一面给它恶制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警察这种职业 就是要扬善成恶 恶它绝对不会消失的 只要有人类在我觉得就不会消失 一定会有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观点